28 歲的香港命換兼無特兒蔡天鋒 Abbey 今個月 21 日被捕失蹤 昨日警方在大埔隆美村 找到他的遺體殘骸 雙腳及部份被煮熟的肢體放在雪櫃 頭骨疑似被遺棄在將軍澳 警方連夜在涉事大埔隆美村村屋單位搜證 現場見到電鋸、碎肉機等等 由於事件震驚全盛引起香港人關注 有網友說藝人顧天祥在兩年之前曾經住在這個單位 東周網獨家獲得一段聲稱是這個凶案單位的實拍片段 讓大家想像一下到底在這房子發生過什麼事 中文字幕提供 古天祥在社交網上留言 表示很難想像我兩年前住過同一個單位 真的很恐怖 希望死者早約安息 另外,古天祥也接受了 東周網記者的獨家訪問 他說 當時因為我住在那裏 日本當然是新屋 因為擺賣也要時間 新屋要去裝修 所以住在龍眉村 因為都近新屋 在那裏 跟爸爸媽媽和我 當時我太太不在那裏煮 有很多回憶 在那裏 很難想像這幾天發生這麼恐怖的事 尤其是廚房 因為都在那裏煮飯 總之整晚都睡不著 總之拍了十多二十小時的東西 真的睡不著 一發夢 就發夢 就是自己 反而發夢是自己的兇手 要處理屍體 然後就砸醒 然後再睡過 然後 又發夢見過幾多人頭 總之就慘了